我跟CG的缘分其实是从出生有 因为我爸爸当时是一个话剧演员 爸爸妈妈的最好朋友在尼斯 是开了尼斯第二大的剧院 我感觉我的开始的小时候 最早的记忆是在剧院 在看戏 后来我姐姐变成了话剧演员 我的姐夫我的先生也是演员 缘分是有的 自2024年初以来 由中法团队共同创作的央华版《悲惨世界》 作为中法建交60周年的文化艺术交流项目 开始在中国各地进行巡演 该剧总制作人中国演员刘叶的妻子 法国艺术家安娜·伊斯玛田 是此次中法合作的直接推动者 多年来她一直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工作 近日安娜·伊斯玛田在北京接受了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2016年左右 安娜结识了央华戏剧创始人王可然 由此两人开始了戏剧合作之路 谈及《悲惨世界》的创作初衷 安娜坦言 自己一直希望能将法国经典小说 搬上中国话剧舞台 其实我一开始做话剧的时候 就一直想我们能够做一个法国经典小说的话剧版本 然后我给王可然提到了这个 她就直接就说我一直想做《悲惨世界》 我说得了 就做吧 《悲惨世界》以十九世纪的法国为背景 涵盖了命运交织的人物关系 在文化接触度方面 安娜则表示 她并不担心中国观众难以理解 她认为人类都有共性 中国观众与法国观众并无不同 中国观众 全世界的观众是一模一样的 人是喜欢听故事 所以没有什么中国观众 或是不是中国观众 如果我们是200年之前 也许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在现在的世界 中国观众结束的信息 的电影 文学等等 我感觉比别的国家还要大 所以反而中国观众 因为她很了解《悲惨世界》 看了很多版本 所以要达到她的水平 这个是一个挑战 我们这个《悲惨世界》 也是由不少的法国朋友来看 也是跟中国观众哭在同一些地方 乐在同一些地方 让我们很满足 我们都一样没有区别 出了语言 该剧由中法团队合力制作 安娜表示 虽然在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挑战 大家文化背景也不相同 但她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去弥补文化和语言的差异 而是处理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任何创作是一个有挑战性的 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团队 还是算很完整 不是一个中国戏或者一个法国戏 是一个完全融入 导演他在排练的时候 他就一直说 没有什么中国演员这个概念 我们制作团队和导演是一直在交流 包括导演和刘烨一直在交流 一直在交流 然后我们发现 我们对世界的观点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能够坐在一起 导演和刘烨他们俩的关系 那么的好 在他们工作和创作当中 让他们自己会觉得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因为在中间有一个挑战 是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 会觉得这个关系能成立得这么好 那是更美妙 14岁开始学中文 17岁初次来到中国 在20余年的中国生活中 安娜除了话剧制作 也做过摄影 歌手 演员 但她认为 这些都不足以准确描述她的角色 在她看来 她唯一的身份是中法两国之间 文化与艺术交流的桥梁 制作人或者歌手或者演员 我都不是 我认为都不是 就可能唯一一个身份 可以说是交流 就两个国家中间的一些 文化和艺术方面的一些交流 项目的交流 我是觉得在中法的文化交流 还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 在90年代我们都看过 陈改革导演和张艺末导演的电影 在法国都很活 宫里女士演的电影 就是法国人特别熟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一直记得 公里公里公里 大家都爱死她 你知道 所以就觉得电影方面还是不错的 温学方面可以做更多 我很开心的是 我要做的下一个项目 是直接跟法国的国家剧院 一个联合制作的 而且是一个中国主题 是跟中国诗歌和国际诗歌有关系的 中国的现代文化艺术方面是非常丰富 然后也还有很多可以做的